這個 另外一個呢 是 掛地產 掛地產是吐劑 是吐劑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用吐劑啊這個人不中暑嗎你還給他吐有原因的 這個呢 因為這種的 這種的中暑呢 是好 深熱藤重 他脈微弱 裡面今夜傷到了 這是夏月傷冷水 水息瓶中所致 這就是夏天天氣很熱 他跳到冷水裡面去 流汗流很多跳到冷水裡面去冷水把 皮膚毛孔瞬間塑住 塑住以後呢 他喝東西又喝不進去 身體沒有辦法授納 汗又流不出來 就成為一種真空的狀態 那在這種情形的時候 好我們為什麼要用吐法 吐法 吐法呢 如果刮地 你說老師真的找刮地很不好找 太少很多刮地 那個香刮越甜的刮 那個地越苦 好 拿那個刮地來吃 也可以 那你說老師這個 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一吐掉 只要一吐的時候全身就會發微微的一層汗 好所以任何人只要有吐都會發一點汗 好 那你如果說在病人在太陽中 中葉就是在 中暑的身體 精液不夠的時候 你就開發表的藥給他 那精液會更傷嘛 好 就踩吐法 一吐的話 皮膚毛孔會發微微的汗 好 因為可能這個反除作用 為你們反除作用 造成這樣 精液就會回頭 好 很輕的 所以 如果你 當個醫生 你很明瞭 病人的病情在哪裡 好 在哪裡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用很簡單的藥物 好 一味藥或兩味藥就可以 救回來 好 救回來 就好像我們 這個 病人的眼睛 昨天我們介紹了眼睛的紅腫發炎 對不對 完全查都看不到 因為都是眼屍啊 我們要查眼疹的時候 看不到 跟著大黃下去 就看到了 就把它那個 絲就給去掉 好 我們 看不到了 我把它換 因為 好